哈喽姐妹们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录制一个这样子 蘑菇装饰画 那其实这个分解开来还是比较简单的 其实我们只需要懂一个蘑菇的制作方法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大小大家可以自己控制一下 并没有规定多大 这个画都是可以灵活发挥的 大点小点 这主要是一个颜色搭配跟这个画面 然后它这是一个半立体这样子 是一个很好看的装饰画 那我们首先呢是来做做蘑菇 做好之后呢再进行表框这样子啊 那蘑菇呢这次呢就给大家只配了这种打底毛 然后大家做的稍微结实一点就OK了 不需要外面不需要 我外面没有包那个面部的毛 我觉得这样子就很好看 然后它要包当中呢是有一个这样的海绵垫 大家不要扔掉啊 海绵垫什么的工作底垫 所有东西都是要在这个上面进行操作的 然后在侧面呢有针 大家拿针的时候这样多扎两下 把上面的机油扎掉 不会弄脏自己的作品这样子啊 然后我这边呢因为我是长期工作 我就准备了一个一毛底刷这样子的 所以我就暂时不用海绵垫啊 其实就海绵垫放在下面就放在这个位置 因为海绵垫它是这样子的 用两次它就损耗掉了 报废掉了一毛底刷可以反复使用很多次 那我们新手体验套餐 套餐里面赠送的就是这个海绵垫这样子啊 好来先看制作 我们先拿出这个白色的毛啊 然后这样使一撮不要太多些啊 然后给它 远远的 铺一层 然后给它卷 其实这个蘑菇的做法一样的啊 我给大家带领大家做一个 做一个长一点的就ok了 然后这边的针呢大家可以两根针 放在一起会快一点啊 或者有需求的话 买店里这种针笔 捏在一起 它卷的时候啊 尽量卷紧一点啊这样子 你卷到最紧的程度 基本上也就是粘化完全的程度 卷的方法很多种啊 只要给它卷成这样桶状就行了 手小心一点 然后就这样扎它 轻轻的扎 那我们还有呢就是可以多卷 做长一点 倒是剪成小段都没关系啊 这个大家可以一次性做长一点 剪成小段 也可以这三根搓三次 都问题不大啊 只要它是这样子 一个小 换一个这 真用久了都有手感 这就是比较费时间耐心一点 这个棍子啊 这个棒 得做的稍微结实一点 紧实一点 大家就这么耐心的扎啊 然后像这种比较抛的就给它压在那边 轻轻的扎 就反复的拿一下不要一直在这上面啊 然后呢像这种可以这样 扎到这种程度啊 可以这个方向给它包一点 包的平整一点啊 拿那个少少的薄薄的给它这样包一层 然后再开始扎 这样就更平整一点了 已经基本上粘化成一小 这个条状了啊 然后我们开始稍微修它 像这根的话哦 就大家要看一下多长 最长的一根我这边是用了大概十二三公分的样子 大家这个稍微就是长的你做个十二三 或者十五问题都不大 然后短的这根 短的这根是 七 七到八 然后再这根短的 就是这个最小的这个 大家就随意一点点就好了 但是我刚开始 刚开始只做了两根 后来觉得有点那个单调 然后又做了个小的 小的就是大家 为了让它画面更加有节奏感而凑上去的 就是长的做到十二三 你稍微再长一点问题不大 你倒是觉得长剪掉就可以了 然后就这样包一下啊 这一圈 因为我们尝试了用那个外面的毛毡布去包 就是那个7S去包它之后 它就特别白 就没有那种森林的感觉 这边其实我们也有特意的去做旧 让它脏了 如果大家有眼影或者什么这样刷上去一点 然后我们这边材料包呢 也是配了这种混土色的毛 所以这次我们直接我是经过自己 反复推敲 就觉得直接用这种大地毛挺好的 它这个质感更好 更深细更做旧 然后就这样包一下 让它平整一点包过来啊 紧一点 然后去旋转它 好 这边头子不要紧 我们可以这样回搓一点 一会上面会跟一个蘑菇头去连接的啊 然后这个棍子呢 我们选一头啊 给它稍微做的结实一点 无所谓是哪一头 就随便我选这头吧 稍微给它做的扎实一点点 作为它那个底部这样子啊 然后就多搓搓 这个蘑菇其实算是比较简单的一个作品 你看它这样子一大盆啊 其实它是一个露门作品 就唯一的就是大家需要耐心一点多扎扎 才扎到平整 那也可以这样搓一搓啊 让它这样搓一搓实际上它会粘化的更好 让它更容易成型 这个接下来它就是要搓 就像到这种程度之后还要再搓个两三分钟 这样就是耐心的搓它一针一针 像我整个过程啊 就是前面让它快速粘化的时候用了双针 一次都是用单针这样慢慢搓 这个毛它比较细腻 针孔也不多 就这样匀秤的去搓它不要太重啊 就这样搓它 搓到它完全 完全粘化轻轻去拽它不掉毛 然后中途能这样反复的搓几次 因为这样子摩擦呢也是可以更好的让毛毡粘化 有些湿粘作品是这样子打肥皂用温水之后啊 你看就搓到质感更好了 然后这样反复搓个两三次啊 扎两三次再用手揉两三次 接根就会 就反复搓揉它 让它这样成型 那这根是差不多了啊 然后我们再拿出这个土色 我们这样子生前都混一点拿出来啊 然后这样子 混一下拉一下 从这边边上包一点 然后这两头这样随意的弄一点啊 叙叙的感觉就可以了 就是它那个蘑菇破土而出的这种啊 质感用这种配色去做它 揉一揉 想要多一点的话就再加 这个不需要太多啊 也不需要很整齐 就这样叙叙的一点点就好了 把这边弄一点 那这边弄一点 那这边弄一点 这边弄一点 这边弄一点 这个蘑菇头我们差不多就好了 这个地上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做这一圈 这一圈的方法呢也是 接下来我们来制作它这一圈 小圈圈 小圈圈的话可以两根针 这样子捏在一起会快一点 然后也可以购买店里这种三针工具 就会更省力 如果打算长期做毛站的话 就可以拿这个 这个你看就更加事半功倍了 配送给大家的是基础工具 都是能够完成的 只是会稍微费时间一点点啊 这样子 给它扎扎扎扎的时候 这一面翻翻那一面翻翻啊 两边都翻翻 插成一个像梯形那样子的 然后这面多的可以收回来一点 像这个里面是七根针 它就会加速粘化速度 这种程度呢 我们也可以给它做上一点这种做旧效果啊 把这个来 混涂效果 然后大家如果自己有眼影的话 刷一点那个涂色的眼影 大地色的眼影 效果也很好 然后再这样子给它扎扎平啊 大家两根针 建议是在这种大块面的情况下 是用两根针去 做完体验套餐 如果还想入手其他作品的话 建议大家就是买一些专业工具 其实也不贵 但是能用很久 然后这样子啊 然后再把刚才做好的那一根小棍子拿回来 从这开始 这样包一圈 然后这个地方 连接在一起啊 然后这里大家如果不好操作的话呢 就可以把这个剪出来这样子 稍微剪多一点啊 剪的稍微厚一点 比如这个也会 塞在这里啊 然后从这里这样开始炸 泡沫垫剪出一小角 厚厚的一小角 然后用单针 这样慢慢的炸 把它炸至融合啊 然后这边也是 从这个开始炸 炸的时候轻一点 不要太用力 太用力它那个思旅 会到它对面去 因为我们这个是个小剑作品 然后差不多就给它拔掉啊 然后再把边缘修整一下 它这个就会是一个这样悬空的一个 就蛮有趣的啊 然后这边轻轻的再固定一下 然后这个其实就差不多这么大 大家可以把空的 这根小棍子做好之后啊 然后因为它这个 如果你做大的话 也可以剪 做小的话 这边可以 羊毛延长性很好 可以拉伸一下 那么现在来做它红色的这个蘑菇头啊 蘑菇头那么去搓红色 然后这个大的话 我看一下大没有多大 大家大概做到六厘米左右就OK了 再大就很大了 五六厘米这个就OK了 不过这个可以根据 因为大家拿到画框之后 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做啊 不一定说非得跟这个一样 这种比较灵活 我觉得用一米就OK 这样横塑胶错 不要太少啊 再铺上一些 横塑胶错 目的就是让它更牢固一点 不同的思虑 然后大家扎的话 可能会费劲一点 两根针捏在一起慢慢扎啊 就是我用的都是我常用的工具 这两根针扎就会慢一点啊 但是效果都是一样的 然后把这样子往回折 你刚开始哪怕变成正方形都不要紧啊 然后差不多的时候翻个面不要一扎到底 一扎到底的话它会完全粘在那一面上了 这个这个收进来一点 如果觉得不够的话就再加一点 好这种边边这样稍微收进来一点啊 这差不多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收它 修它就把它收收过来 它如果比较哪里比较方就这样搓哪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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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个边缘大家稍微收一收啊 坑坑洼洼的把它收回来 哎呦 干嘛 你要上来吗 好 如果大家觉得不够平整的话 可以在这个时候薄薄的再这样加上一层啊 这层加不加都还好 就是最终完美的话就用包包的加上一层 然后把这个油多的都给它轻轻的收进来啊 那这个底子是做好的 我们还配给大家一点点这个橘色的毛啊 让大家撕一点橘色的再撕一点红色的 这样给它混一混啊 多混几下 混个十来下 轻轻的撕就可以了 然后混至完全融合 然后再这样虚虚的铺一点啊 然后再给它压实 大家是这样子啊 我两根针也是能压的 会慢一点 时间久一点 就这样虚虚的铺上一点 做一个颜色变化啊 以橘色为主拼一点点它原先的红色 这样不涂 那这种圆饼做好了 这种特别毛躁的地方 我们给它小符毛修一下 然后呢再拿出这个白色的毛啊 这种细软一点的毛 有配细软一点的那种毛 捏成一小颗 搓上这个蘑菇点点 底下大家不用做的一模一样 大就随便 差不多那么大就行了 然后也不用太整齐啊 就这样零零散散的 一些搓上去就可以了 再揉一下 再揉一下 变成一小颗 然后我们可以差不多说 把这边边上这样修一修啊 如果不够圆的话就耐心来往里这样回一回 基本上这个做好了啊 方法都是一样的 然后那我们再用刚才那个毛 做一个小饼啊 小圆饼的状态 就这样撕不要太多啊 小圆饼 比这个稍微小一点点啊 以这个为基准 我还是用这个做吧 跟大家一样的工具啊 会有点小杂毛 这种是牙毛 打底牙毛就是这样 好 搓一个小圆饼 搓到紧实为止啊 尤其是它的周边啊 稍微给它搓紧一点 四周 就不要磨磨碎碎 差不多这样子啊 我们可以这样轻轻的扎到那个上面啊 然后呢也可以也可以带大家配了一支胶水 大家也可以涂抹胶水啊 胶水 然后紧啊 夏天有点稠 这边有小盖子的 记得揭开 我这边已经揭过了 大家配了一瓶胶水 大家可以这样涂抹一点胶水 在这个地方 在它中间的位置 涂抹胶水 然后像这种边边的地方 我们可以轻轻的扎啊 不要太重 太重的话 它那个白色的扶毛 就容易到对面去 只能很轻很轻的去扎它 或者是你胶水就干脆多抹一点 把周围也抹一下啊 我是习惯扎一下 这样轻轻的扎它 要比较轻啊 不要不要重 有它那个力 不要穿过这边 这边都有一点 这边稍微有一点 如果有搓到对面来的话 就给它 这样浮沫剪一下啊 就尽量轻一点 或者是涂抹胶水的时候 周围涂一圈 好 这个小圆饼就完成了 然后我们可以给它 这样子弄一下啊 捏一下 你想让它形态那个的话 就是这样往中间鞠一鞠 它会摁一摁 它会有一个形态出来啊 然后再把这个小棍子跟它连接 它也可以先拿胶水浇一下就ok了 其实 这胶液比较稠 但是呢也很牢固 就是你这样捏上去放一会儿啊 大概摁个十几秒之后啊 我们这边也轻轻的去连接一下 轻轻的扎 不要太重 千万不要太重啊 太重浮毛就会到对面去的 有一点点浮毛进来 这样子 浮毛就休息一下 浇水摁一下 然后我们稍微轻轻的旋转一下 就不叫旋转 就是旋转的这样扎一圈啊 这样轻一点 粘焦水就扎一扁它就更老了 那我们这样一个蘑菇做好了 方法就是这样子 然后整个小的再做好 就是 接下来就 一会儿给大家演示一下妆框啊 好 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妆框了啊 妆框就是这样子 一个画框给大家发 大家把这四个小扣口给它 三个小扣口给它 打开 打开这一面就拿出来了 拿出来之后呢 就是我们还是用刚才那个胶水啊 在这个板的四周这样涂抹一些啊 这胶水稍微有点稠 夏天可能稠掉了 但是它粘的真的很老 那就用力挤一点四周 还有中间这样挤一些啊 如果大家自己有胶枪的话 用胶枪也可以 这样挤一些就ok了 然后这个布 给它配好的布织布 只要摁在上面啊 然后就这样反过来摁一下 然后布织布 因为是我们手工剪的嘛 可能会有一些不够平整的啊 大家到手之后 再沿着这个 沿着这个木框啊 沿着这个木框再剪一下 然后我们就先给它裱到这上面啊 裱的时候这个扣子这样扣上去就ok了 这里没有什么难度啊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蘑菇放在这边啊 因为做法都是一样的 最小这颗就没有演示 这个大的呢 我是通常做到六公分左右 然后这个码是四点五到五 之间这样比它小一点 然后小的那个就只有两公分左右啊 然后我们就是这样子 黏糊糊的浇水 我有个坏习惯 用完浇水没有给它封起来 所以我浇水老是干掉 我们还给大家配了这样一搓毛 让我喝个水 就从这里大概一点点这个位置啊 大概两三公分这一点点位置 我们拧一点浇水 然后大家有浇枪也可以啊 这个浇水大家可以稍微用一点点劲 然后把这些小碎碎这样平均铺在上面啊 把它粘合住 我其实平时我在做的时候很喜欢用胶枪 这是胶枪没办法发给大家 这样捏一点草 让它叙叙的有一些在外面不要紧啊 如果你喜欢干净的话就 就喜欢它清爽一点就全部在框里面 我试上它有一天在框外面 然后再挤一点 这样放在这个后面这个位置啊 给它固定住 然后这个呢也是挤一点 再给它固定住就ok了 然后这种地方如果你还需要那个的话 就在这种地方边边上 这可以随意的啊 边边上再挤一点 然后那个草给大家的分量应该是够的 就粘住一点点 香草把它盖住也可以 就是有点稠 但是特别黏 基本上我们这样 那给大家的料都是很足的 你可以甚至做五颗六颗都可以 这样子我们这个框也是装好的 装框其实就是这样子 这个剪掉一点啊 窗框没什么难度 就凭想象就能完成 还有一点就是大家如果有眼影啊 是让人想起来了 有眼影的话 这个刷子 这种大地色的这样刷一下 刷一点 它也会很做旧 很好看 比毛的效果要更好一点 就这种 这种颜色会要混一些 这是我经常用的把戏啊 这样子 做点明暗上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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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